城市说明养鱼装置 接下来呢我们要教各位同学 使用Picoball来进行城市的撰写 在这里呢我们要介绍一个养鱼装置的城市 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是城市的画面 好这个城市呢会有一个鱼缸 里面呢住着一条鱼 好那上面呢还可以看到这个灯泡的部分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将这个城市呢稍微说明一下 好那这个城市的一个剧情是这样的 小鱼呢是住在鱼缸里的鱼 需要爱护它的主人给它照顾 才能有快乐的生活 好那当这个绿旗呢被点一下的时候呢 这个城市呢就开始了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会应用到这个Picoball 好那Picoball运用到的地方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是当天射按的时候 那玩家呢就要按下这个Picoball的按钮 打开电灯 好这是第一个按下按钮打开电灯 第二个此外呢玩家呢需要不时的 对这个Picoball的声音感测器吹气 好然后对这个小鱼的鱼缸打气 好在这边呢第二个应用到这个Picoball的地方 就是玩家呢会对这个声音感测器呢进行这个吹气 好那吹气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有这个气泡的产生 好让我们对这个小鱼的鱼缸打气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进行后续的一个说明 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背景的部分 那背景的部分呢基本上这个图是从这个OpenClipR的这个图库里面呢 下载下来然后进行改作 那在这边呢这个背景呢有三个 有三个 好一个呢是白天的部分 好那第二个呢是晚上 好那第三个呢是点灯 好也就是呃晚上的时候好那如果呃没有足够的光线的时候 我们点灯的时候会看到就是有一点呃黄黄的好灯光 好这个是背景的部分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角色哈 我们这里最重要的角色哈就是我们需要一条鱼 好这个鱼呢是从这个Squatch内建的角色里面好做一些简单的改作 好那在这边可以看到哈那个第一个造型呢是一个呃嘴咖嘴巴 张开的一个造型然后第二个造型是一个改作的造型哈 好那就有一有一条鱼在微笑哈过着快乐的日子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角色是灯泡 那灯泡呢是从OpenClipR的这个图库档案下载下来 好有两个好所以他在这边有两个造型 一个是暗的造型一个是亮的造型 好那接下来呢呃的角色呢是泡泡 好就是呃当我们对这个声音感测器做一个吹气的动作 好也就是他的声音感测值呃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那我们在水缸里面呢我们就会产生这个泡泡 那这个泡泡的图呢是从这个OpenClipR的这个图库档案中下载下来的 我们已经将刚刚呃提到的这些呃背景还有角色的造型等等 都已经汇入到这个Squatch的档案里面了 那各位同学呢只要从这个课程的网站上下载原始档就可以了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稍微看一下这个档案 各位同学呢我们到Squatch的网站 那点选这个Create 好那这时候呢就会开新档案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会使用到我们刚刚下载的这一个原始档 好所以各位同学呢就点选这个档案选单 好选择上传 好那各位同学我们刚刚是下载嘛 好那这个档案应该是 好这个20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原始档 好在舞台这边呢就会有 好三个背景 好另外还有我们的鱼 好还有灯泡 还有我们的这个泡泡 好那在这边呢就说我们已经 将它汇入这个范例档 所以在更多积木里面 就有这个Picoball的程式积木 可以供我们使用 好 好 谢谢观看